眼瞅着韩红2015当红不让巡回演唱会即将启动 这波红姐马上投入紧张的排练阶段 刚一来到排练现场就听到了浮夸这首歌 难不成这次演唱会红姐跟Eason还有合作啊 这个歌其实是我是歌手决赛准备的 当时跟Eason选了两首歌十年和这个 那最后我们因为觉得十年把握性更大一些 就选了十年 但是现在这个歌因为是跟学生唱的 但明年Eason演唱会 我想我应该去跟他在他的舞台上圆这个梦 那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把Eason请来当演唱会嘉宾呢 目前我演唱会还没有请过嘉宾 从来没有过 对 这就是我的学生 我希望给我自己的学生一些登台的机会 对 如果请了嘉宾的话 可能他们就机会会少一些 这演唱会即将启动 而好友小明的婚礼也在十月份举行 好友和演唱会撞了期 红姐该怎么办嘞 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这个是什么角色出现的 现在有说让这个谁这个小范儿做伴郎的 各种说法我也不知道 我想我也挺发愁的 不知道送什么好 特别发愁 但这个时间确实已经流出来了 对 之前有工作也退掉了 他没说什么职位没定位呢 反正肯定得去就是了 红姐这朋友做的高意思呀 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型肉们霸占着市场 就说TFBOYS的三小只吧 红姐未来有没有合作的可能嘞 我真没听过他们的歌 我也 我知道这组合 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法评说吧 一帮孩子呀 怎么说呀 你说他是音乐人吗 你说他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热爱音乐的小朋友 努力鼓励他就好了 我觉得我可能是属于比较学院派的 从事音乐专业的人 让我评价这些小孩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我只能说孩子们很热爱音乐 很聪明 很努力 长得很好看 但是如果真的想成为一个不错的音乐家 可能真的得通过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要努力 要真正经过学院 是吧 要把乐器五线谱都弄得明明白白 那才可以称之为 最后才可以称之为音乐家 现在就是星星吧 对 虽说和三个小朋友不会有合作 不过洪姐却自爆 有超爱的韩国组合 我喜欢合作的 愿意合作的是 Big Big Bad 我喜欢全日龙 不是有打算 是一定会合作 你等着看 又可全一乐 见等洪姐 GD音乐碰撞 北京报道 眼瞅着 韩红2015当红不让 巡回演唱会即将启动 这波 洪姐马上投入紧张的排练阶段 刚一来到排练现场 就听到了浮夸这首歌 难不成这次演唱会 洪姐跟Eason还有合作 这个歌 其实是我是歌手决赛准备的 当时跟Eason 选了两首歌 十年和这个 那最后我们因为觉得 十年把握性更大一些 就选了十年 但是 现在这个歌 因为是跟学生唱的 但明年Eason演唱会 我想我应该去跟他 在他的舞台上圆这个梦 那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把Eason请来 当演唱会嘉宾咧 目前我演唱会 还没有请过嘉宾 从来没有过 对 这就是我的学生 我希望给我自己的学生 一些登台的机会 对 如果请了嘉宾的话 可能他们就 机会会少一些 这演唱会即将启动 而好友小明的婚礼 也在十月份举行 好友和演唱会撞了期 洪姐该怎么办咧 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这个是什么角色出现的 现在有说让 这个谁 这个小范儿做伴郎的 各种说法我也不知道 我想 我也挺发愁的 不知道送什么好 特别发愁 但这个时间 确实已经流出来了 对 之前有工作也退掉了 他没说什么职位 没定位呢 反正肯定得去就是了 洪姐这朋友做的高意思呀 现在越来越多的 小鲜肉们霸占的市场 就说TFS的三小只吧 洪姐未来 有没有合作的可能咧 我真没听过他们的歌 我也 我知道这组合 但是我觉得这个 没法评说吧 一帮孩子呀 怎么说呀 你说他是音乐人吗 你说他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热爱音乐的小朋友 努力鼓励他就好了 我觉得我可能是属于 比较学院派的 从事音乐专业的人 让我评价这些小孩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我只能说 孩子们很热爱音乐 很聪明 很努力 长得很好看 但是如果真的想成为 一个不错的音乐家 可能真的得通过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要努力 要真正经过学院 是吧 要把乐器五线谱都 弄得明明白白 那才可以称之为 最后才可以称之为音乐家 现在就是星星吧 对 虽说和三个小朋友 不会有合作 不过洪姐却自爆 有超爱的韩国组合 我喜欢合作的 愿意合作的是 Big Big Bad 我喜欢全志龙 不是有打算 是一定会合作 你等着看 有个全意乐 近等红杰 GD音乐碰撞 北京报道